现在就下载98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98新闻台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花 刚提醒大家 这个八大关股在11月大卖 卖了这个五六百亿的股票 这个卖超的金额是很庞大的 那除了关股大卖以外呢 其实投信 整个11月也是大致上站在卖方的 到今天投信是连八个交易日卖超 过去投信是一路买超的 今年投信最高的时候 曾经买超台币超过2000亿 那现在目前看到整个11月 投信开始偏向结账 今年卖超了18亿 连八卖 整个八个交易日卖超了68亿 所以这个筹码面 有一点你丢我捡的现象 那此外呢 我们看到外资整个11月 大买了2400亿 2400亿 伴随台币呢 11月大升了3.58%的幅度 升了1.159角 升到31.26 所以整个11月的指数大动 我之前有跟听众朋友报告过 只要外资大买台股 指数一定会大动 你看到今年外资 几个月份大买台股 1月大买2000亿 这个1月指数大涨 然后另外就是5月大买台股 1700亿 5月指数大涨 格外资从7月 8月 9月 10月 反手连续卖了4个月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段时间呢 台股 其实就比较偏弱的走势 曾经在 10月呢 还曾经跌破过16000 对不对 最低跌到这个收盘前 15975点吧 最后一盘呢 勉强拉升收在16001点 还记得那一天吗 那就是外资连续4个月大卖 就外资在11月大买 反手买超了2400亿 使得今年外资 变成净买超950亿 所以外资大买呢 指数就大涨 整个11月指数涨了1400点之多 超过1400点 可是在这1400点的大涨过程中呢 投信呢 其实是偏向卖超的 我们刚刚有讲说 投信到今天是连八卖 偏向卖超的 你可以看到投信 在过去一个月 他的买超金额只有47亿 那在过去10个交易日外 投信的买超金额是68亿 可是呢 在过去的一年 投信买超是2319亿 就是从去年11月到今年11月 他买了2313亿 所以这个资金面上面有很明显的 这个在11月的变化 那此外我们再来看到说 那国际股市的部分 道琼指数 整个11月呢 到最新一个交易 但还没有收月线 道琼是涨了7.2% 纳萨克指数大涨了11% 另外标准波罗500指数涨了8.5% 涨最多的是废半指 废半指涨了16.7% 将近17% 那在最新一个交易日 就是美股的这个周三 废半指是涨1% 纳萨克指数呢 只是跌了0.16% 道琼小涨0.04% 标普呢 下跌0.09%的幅度 所以发现 其实这几个交易日 美股已经涨不太动 美股是小涨跌的一个格局 但台股还是继续在创高 所以台股呢 相对在这几个交易日是走得比美股更强的 那另外我们再看金价 因为美元指数大掉 整个11月从月初的最高指数 106.985点 跌到了这一波段最低 102.38点 总共跌掉四大点 四大点的月跌幅呢 是高达3.7%的幅度 所以台币升3.6% 3.6%也很合理 就是完全反映美元指数的弱势 那金价呢就大涨了将近3% 黄金现货价价涨了 2.94%的幅度 每样是涨了58块 所以资金 国际资金的流动也非常的明显 那这个11月真的是一个 既让人惊喜又震撼的一个月 这个11月真的是堪比 2020年11月的大涨 因为大家还记得 当时这个疫情爆发之后 整个股市 这个在无线QE之后呢 是全球股市的大涨 还有就去年11月也是大涨 去年11月大涨 12月是跌700多点 我记得11月大涨完之后 去年12月跌了700多点 那不知道今年的12月会怎么走 我们赶快来问 红利投进投资策略部的邓盛民 邓副总 邓副总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大午安 邓副总今天晚上要公布PCE嘛 对不对 对 这个PCE现在目前市场怎么看呢 我认为就是通膨整个周期来讲的话 现在看起来还是往下掉 你看就是年总会和皮书也看得出来 那这个数字往下掉 我觉得其实也符合市场的一个预期 这为什么就是最近这个美国赛息掉的速度这么快 那你看现在基本上市场去等于就是他这个定价 基本上就已经在反映年总会 原本是大家看 顶多是明年可能是五六月的 五月的以后才有可能会考虑降息 那现在等于 之前是看原本八九月会降息 现在现在都基本提前了 而且那个幅度都比以前 这个降息的幅度都比以前拉大胜多 所以我觉得这个通膨的一个估计 我觉得基本上是反映市场的一个状况 你看掉的速度这么快 乘起何时 本月稍早的时候还要在5% 就是在这个十年再洗的部分 你看现在已经完全全 不要说远离 4.2了 也远离了4.5 但我不晓得我觉得 他掉的速度这么快 我觉得其实他会反击 会反弹上去 对对对 我觉得会反弹 连你钱 因为他这个一下子 gain的速度也太快 所以我觉得可能会反扑回4.5 然后未来的一个趋势 或许啦 就是说你看就是整个风险资产 他在十月份是一个很糟糕的一个月份 有点点破底 然后十月份却穿投走势 那也充分呼应了 今年以来整个风险资产 还是受到货币政策利率的 政策利率走势的影响 这个利率走势还是大魔王 还是在影响市场 那市场只要这个 只要这个利率往下掉速度非常非常快 大家就开party 那只要这个东西往上一修正 马上就变掉 所以市场有在看 就是说你这个叫英文叫 Fat and Flat 就是说你是一个很宽 但是又一个很平坦的一个区间 你就是你可能更肥了 可是你又更坦了 就是说当你涨多了 你可能这个区间只是拉得更大而已 但是其实基本上还是 没有办法脱离那个区间 大横盘整理的一个模涨 有可能是这样子 好 那刚刚讲到债券 美国十年期跟三十年期 国债的殖利率 整个十一月下滑了 六十五个基点之多 这点的真的是迷迷茂茂 六十五个基点 六十五个BP 从刚刚邓副总讲到说 本来十月初的时候 还在五%以上的殖利率 居然可以跌到了 这个四点三都给它跌穿了 四点三的殖利率都跌穿了 跌掉了六十五个基点 等于说债券价格是大涨而特涨 那美国热社在 十一月涨了四% 各位知道这是2022年 七月以来最大的涨幅 涨四% 另外MSI全球指数呢 涨了将近快九% 八点九% 新兴市场指数涨了七点四% 还有加密货币 数位货币大涨18% 这个全世界都在开party 这个party开得挺热闹 到处所有东西都在涨 只要美元一落 所有都在放鞭炮 这个很明显 对不对 就美元一落 所有东西都放鞭炮 所以美元就是这个最大的问题 是吗 对没错 但是我也注意到 就是你可以看 涨成这样 然后在上周的时候 你看像美国小型股 连很弱的中国股市 都受到美元温和走弱 还有就是整体来讲 这个状况 你看像中国以外的 其他新市场股市 那涨幅也扩张 等于就是新市场货币 趁机就赶快突击 年底前赶快刷一波 等于就是 你现在等于就是 大家有一个乐观预期 觉得说未来可能 是不是就是有利率政策 见顶了 利率水准也见顶 货币政策见顶 利率水准也见顶 那等于就是有这个想法 还有一点就是 市场现在开始在看 就是说 你说软着陆 那如果说明年 万一不是软着陆呢 万一因为现在大家都很乐观 反正就是看这些数字 看起来 当然我看到 好像就是 这个经济的一个预估 或者是 那个整个风险资产 的一个水准预估 感觉都是平推 我好像没有看到 非常非常好的 这个获利的部分 的确是 今年是谷底 以标普500来讲 美股的确是谷底 明年是两位数 但是其他的数字 我感觉是平推 GDP也是平推 然后 销售的部分 大概有两位数的一个增长 但是其他的数字 我觉得是平推 不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拉抬 看起来今年那种 大幅本益比的这种增长 这种趋势 我觉得明年搞不好 这个动能 恐怕不是来自于 本益比的增长 你要靠获利增长 那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我觉得要靠获利去增长 跟那个本益比的过程 实在差太多 那个动能 不是今年能比 华尔街普遍预估 明年标准普尔成分指数的 美股盈余的增幅是11% 比较热观 我看到有将近20%的一个预估值 这个当然是基值于美国GDP 可以增长2%的基础情况之下 但普遍的预估大概是 年增11% 这个美股盈余 那另外我们看到 美国第三季的GDP 居然上修到两年最快的增数 高达5.2%的GDP增数 那这一波全球股市的大涨 美股大涨 台股大涨 它到底是基值于什么样因素的大涨 这个当然 现在目前已经看了就是很清楚了 只是说呢 它是一个报复性反 还是真的是一个多头的一个起涨 明年的情势怎么看 我们这边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继续请教郑副总 那邓副总 你估计这样的涨势可以持续多久呢 以及它这个多头的结构到底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构形态呢 我觉得看起来非常有可能 就是直接去探20上次的一个高峰 应该是美股这边是先进4796 应该就是 应该是2022的 应该是2022的1月吧 1月3号我记得没错 那个时候的高点 我觉得一年多前的一个高点 大概探到那个地方 可能会碰到一个蛮大的阻力 但如果说是越早探到的话 那这个整体的格局会变得更强 但是如果说是越晚探到的话 那就是偏明年的 等于就是下半年去探 那现在可能就没有什么大行情 那如果你现在持续 公司就持续扩张到明年 第一季的前半季的话 这个市场会比较有搞头 等于就是 但是整体来讲市场看 就是有这个可能性 就是第一季会延续 现在第四季接近季委升一个月 可能没有大行情 但第一季延续火苗涨上去 然后去探测4700 等于就是碰到大致上头 好像估明年的高峰4700 4800 不知道有人看5000 看5000的还就是那个 德盈啊德意志银行 有人看5000 德意志银行跟BMO都看5000啊 对那如果是4700 4800 就是single digit 就是各位输了一个账 所以你比较倾向是看到多少呢 我比较倾向看4700 4800这边 那你看比较保守 稍微保守一些 因为我觉得就是有这个可能性 在明年的一季度 一季度就去探测高峰 先先探上去 股市都是处在一个比较平静无波 就是比较盘整的行情 或者小幅的上涨小幅下跌的行情 一年能出现一两次这种 风狗浪行情 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了 不会多的了 就一年顶多两次 甚或三次 那你说 不会出现那种 一次给你狂跌个2000点 3000点 1500点 那种崩盘行情 那也是很少出现的 大部分股市呢 不是小涨 就是小跌 要不然就盘整 一年大概有八个月的时间 就处在这样的一个行情里面 就三个月 才是真正大波动的行情 有经验的人都知道 所以一再期待什么大崩盘 这样才要去买股票 其实不是一个正确的思维 我们在大崩盘 你是一年 你这一生才能见到几次 你为什么要去赌 那一生才能见到几次 那种买点 你为什么不把握 现在去赚钱呢 那你说 这种大涨的行情 会天天出现 天天过年吗 那你卖 也不要 那你卖工啊 也不会是这样的一个行情了 所以迅烂之后 已经归于平淡 只为了说 现在目前这个行情 新银市场的涨幅 的确是比城银市场来个大的 主要原因是因为美元大落 美元大落的话 这个美元的资金 就移到这个新上来了 就移到这种 这个从承受国家跑来 所以你看到整个韩国股市 11月也大涨了11.3% 这涨幅不输台股 但是问题是 韩国股市 今年全年才涨13% 所以代表说 韩国股市 才11月涨之前 他今年都没涨了 尤其是10月 韩国股市 跌到10年线 所以才祭出净空令 他马上国会要改选了 所以有这个选举的压力 那韩国股市呢 就反映了 就跟台股同样的格局 美元落势的情况之下 资金跑来这种 亚洲比较有科技 氛围的市场 大概是这样 所以你看到香港 没什么涨 入股也没什么涨 日本股市整个11月 涨8%多 涨幅也落后 所以这个就是 美元大落欣赏 那问题就是说 美国也是在涨 只不就是说 美国还会再涨到多少 这个就有人继续来请教 红利投信投资策略部的 邓声明邓副总 所以今天这个地方 我就有几个问题 要请教邓副总 第一个就是说 这一波新市场行情 我们看得很清楚 就是美元落势下面的 这个资金行情 热钱行情 景气是一回事 我们先把它摆一边 那美国到底 他的这个上涨的架构 会是什么一个架构呢 那这11月大涨 讲完之后 后面会怎么走 那以及明年 你的看法如何呢 我看到投行比较热估的 预估说明年标普 有年底有机会 到5000点以上 不晓得红利的看法如何呢 其实我觉得 就是说 5000点的一个看法 但市场 就是现在要把这个 指数预估空间 等于要拉开 要不然的话 你始终看4700 4800 等于就是他 离目前4500点 550点 其实他的一个距离 其实都没有拉开 差不多就是 你没有过高嘛 你没有过高峰 他等于就是要创高啦 等于标普500要创高 那在创高的话 你有一个前提就是 那你去推动 创高的原因是什么 那今年看起来 刚前面有讲 本益比扩增 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原因 然后还有第二个排名 第二是EPS的一个部分 但明年你要靠 因为今年EPS 其实相对是 占比是比较低 那明年如果说 低级其效应 明年EPS往上增加 但是我一直以来 有个感觉就是 每一年我们讲到 要靠获利动能去 传递到股价 其实都有点 有点辛苦 你要靠获利动能去推 其实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基本面 你还是本益比的扩增 能靠资金的力量的速度比较快 那还有一点就是说 那是不是这个时候 股息的一个相对的 一个力量会出来 等于就是你时间拉越长 你股息能发多少 其实这一点来讲 或许明年的它的一个组成 特别是以开发国家 那股息会不会变得越来越重要 等于就是说 那你能够配 更高股息的一个标的 等于就是我资产不代表更强 然后我现金的一个比例更健康 我能够愿意配发更高的股力 给投资人 听起来好像有点无聊 但是搞不好 明年它的一个占比比重 会比我想象要再高一点 可能要注意这个微妙的一个变化 虽然我们最近发现 周期性股票还是碾压 碾压这个防御性股票 年初到年尾都是碾压到底 那明年这样一个状态 那周期性股票 或许还是很强 但不一定只有科技 不一定只有科技股 或许也是其他的周期性股票 继续走出走出一片天 我觉得要去注意 还有一点就是说 低基期的新市场 那看起来年底就是等于就是 美股你涨了比较多了 那相对换其他人 市场长看了 相对来讲 如果说新市场 它比较快一点走出货币循环的话 会与新市场 不管是新市场债和新市场股 或许有一点机会 是不是能够看看 有没有机会百花其放 好 那跟各位预告一下 今天晚上9点半 会公布PC 这个核心PC的物价指数 预测值是3.5 前值呢 就是上次公布是3.7 会再下降0.2个百分点 另外在月比的增幅部分呢 是0.2的月比增幅 那前一个月的月比增幅是0.3 在今年晚上9点半 会公布这个数字 这个数字呢 一公布出来 势必会影响到美股的走势 不过我觉得 现在目前通膨对美股的影响 已经越来越落化了 就不像去年 今年上半年的时候 一公布CPIPC的时候 那个美股 出现非常明显的上涨下跌的变化 现在大概已经慢慢在落了 因为现在目前市场 普遍预期降息 已经不是生不生息的问题 就是明年什么时候降息 那最新的预期 是我跟各位报告 明年呢 在这个根据这个市场利率互换 就swap的这个交易出来的情况 明年三月的升息的 降息的几率 已经上升到40%了 五月的降息几率高达80% 那政府总同意这样的一个几率吗 同意啊 我觉得 但是我们的看法 还是觉得就是这个降息发生在明年的第二季 这期率应该是比较低 我知道市场consensus这样看 就是五月份的降息的可能性是高 但我们还是看 可能要等到三季度 那因为市场都是会先 等于摸石头过河 它会先反应 如果不是这样预期的话 最近的那个殖利率不会降的速度这么快 等于有时候市场有时候会overshooting 利率也是一样 那之前为什么会拉到5%那么高 甚至拉到5.05 那现在降到只剩4.25 我觉得会 还是会反齐啊 但是在这个过程之中的话 那只要殖利率 不要像之前这样一路 再狂升回到5% 那影响影响市场的一个 又一个另外一番的一个卖压 不至于出现这样的状况 而是区间横盘的一个走势 慢慢反映 如果是看 因为总要是反映速度的问题 你如果又是那种一路往上拉的 我觉得这个对市场比较不好 我觉得这种几率其实也是比较低 那所以相对来讲股市 我觉得有可能就是 刚刚讲Fat and Flat 就是它是一个横盘的一个效应 有可能性其实比较高 有机会冲击之前那个高峰 所以新市场肯定表现会比成熟市场好吗 因为如果照您这样讲 相对应该会新市场会更好一点吗 对啊 因为它的基期相对来讲 就比较低啊 你开发国家 你看过去复数年角度 它就是涨的比较多 你看像欧盟最近过去一个月 它涨幅也超过 也是超过SPX标普500啊 那欧盟也是一个相对偏低的地方 等于就是一个价值过度低估了 可能它就会 它就会呈现一个反弹 那只是说那是不是明年一些 今年都被低估了这类的防御资产或是价值 是不是也有机会反弹呢 跌太深了 我觉得都是会有机会 好的 非常谢谢 谢谢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